我们来看一下 异常是什么 Nompoint错误 我们的当前这个视图好像没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 随便设一个 我给他指定一个view 随便指定一个view 2.layout 再来看一下 还是这样一个错误 那么这样子我们猜一下 这个错误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他Inflat过来的时候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这没有成功 我们看一下在哪一项 Menu Inflat 在32 22号 就在这的时候给Inflat错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对象必须不能不为浪 因为他在Inflat的时候 他并没有给他执行初始化 看到没有 试一下 下面有没有什么子 类呢 那我们就这样子 我们用当前的这个Activity 来实现我们的Menu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给他定义成List OK 看我们看到多少的方法 在Menu这个接口里面 居然有这样多的方法 都要让我们去实现它 那我们现在先不忙 我们先不忙 我们去想象一下 我们去想象一下 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这些方法我都应该去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 这个Menu的Inflator 它在压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给你了一个匹配关系 但是真正的实现 实际上作为它的这个对象来说 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限制 对不对 没有做这样一个限制 所以真正的实现 你其实在这里面 要去做很多的一些工作的 比方说每个Item 你要加入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那么你是不是就应该去 要去读取到这里面的内容 给它添加上去 而且添加上去了之后 添加上去了之后 你最后怎么执行 最后怎么执行 那么也需要一些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就来验证 我们在想 是不是不是这样用的 因为很有可能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在做一些设计 我就很有可能会干嘛呢 会把当前的这个Activity 给它封装好 大家想象一下 我现在不是用了 这个Activity吗 对不对 按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这个地方 应该是个This 对吧 然后我现在完全可以干嘛呢 我把这个Activity 这个系统类 就我在这个方法里面 去实现它这个 这个Menu 或者在它的子类里面 就再上一只类 我就给它实现这块内容 而这一块内容 就不用再提供 给我们客户调用了 最后我把生成的Menu 直接提供出来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么事实上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来做的 怎么样来建立的 用到了一个重载方法 叫Uncreate Option Menu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它最后返回 给我们的一个Menu对象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 如果自己愿意一点点去实现 是一样一个道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再来用这个Inflator 就OK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 这个实验 本来就不需要成功 其实需要成功也可以成功 我把它全部都实现一遍就行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们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重点是要去分析 Activity 或者它的子类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重 建到我们熟悉代码 我们常常用什么呢 Uncreate 这个重载方法 Uncreate 我们这还看到Darlog了 我们猜Darlog应该也有这样的方式 Options Options Manual 我们把它放这儿来 这儿它直接传了一个Manual这个对象 这个说白了就是Activity的附类传过来的 对不对 这个对象肯定是已经 已经给我们实例好了的 我们直接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 按照它的这样一个提示 当我们这个全部都Inflator好了之后 我们的当前这个菜单就建好了 下面你们就要去绣的工作了 那么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在做这个菜单的时候 菜单本身它是没有绣的工作的 对不对 因为大家记住Manual它不是一个视图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我找一个 这个Manual我们我们看了啊 Manual它是是个接口对不对 它不会是一个视图吧 所以它本身是没有绣的这样一个方法 而且别人也都是直接继承Object这个类的 所以我们要绣它的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要怎么去绣呢 还记得我们Activity Window和View的这个关系吧 我肯定会干嘛呢 最终我在Activity里面 去封装一个方法来绣它 绣的方式也很简单 我可能会建一个什么呢 你想象一下 我有可能建一个Relative的一个Layout 或者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个ViewGroove反正 按照我们的这种菜单的这种显示方式 就我们还记得吧 这个菜单在下面这个位置 对吧 那我们的这个菜单 它实际上是个什么呢 一块一块的 一块一块的 当然你说 我可以考虑用TableLayout 但你要愿意 当然可以 但可能显示效果不一样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还是不是还可以用 还可以用什么 还可以用RelativeLayout 我还可以用LinalLayout 只会就只实习一行 或者简单的 或者是干嘛呢 我就用一个ViewGroove 我实现一个自定义界面的菜单 这里我再跟大家说原理 因为将来你们在做高级应用的时候 你们会遇到一些程序 你比方说UCWeb 你就会发现 它那个菜单 同样点一个菜单 怎么不一样呢 它没有放在下面 它放在 放的位置不一样 反正 或者说它的菜单样式也不一样 那个还好 那个UCWeb的iPad版 就是那个平板电脑版本 要夸张一点 那么手机版本还好 但是还有一些软件 但是这种软件比较少 我完全可以自定义它的显示位置 自定义它的造型 完全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 因为我们 我说我们Activity 它在秀的时候 秀的时候 封装了一个方法 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 在我们构造的时候 就已经秀了 这个要去 要去看原代码了 反正通过这种方式 给它加载出来 它就可以直接去响应 我们的Manual的这样一个 菜单了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我们去跟踪原代码的话 大家可以下来 自己去跟踪Activity 和Activity的积累 Contact 他们的Unkey里面 去跟踪 这个我告诉大家 一个入口方式 点了那个Unkey 看它的那个界面 是怎么样的 呈现出来的 先我们直接说应用吧 那好 我现在就给它 相当于给它生成好了 生成好了 过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点下Manual 我们的菜单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件 大家可以用Hierarchy Hierarchy View 去看一下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去看原代码 自己去看一下 一般如果要我来做的话 我会直接画 我不会 我不会说用现成的 什么Linout Linout 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在做自定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最简单的自定义的Manual 这种方式 就是你拦截它 对不对 看能不能拦截到它 然后画出你自己的 这是最简单的 然后再服务以它出来和进去的这样一个动画效果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Hello World 那么这个菜单我们就称之为Option Manual 选择性的这样一个Manual 那么点击了它之后 如何去看到它的一个效果呢 点击了它如何去想这些事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重担方法 按Select 刚才那一段讲的不是特别清楚 找机会再讲一遍 Option Manual 我们Select 有这样一个方法 看官网这边有一个介绍 Option Item Selected Option Item Selected 这还有Option Manual Closed 就是它关闭时候的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这个的话 这就是它的一个菜单项 那么Manual Item这个对象 有哪些属性和方法呢 我们看一下 Get它的Group ID 组的ID 图标 名字 这是它的名字 Title 那我们就得到它的Title 把它打出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效果 OK 我们点一下 那最基本的就出来了 当然这两个名字都叫 都叫Ad 好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较像样一点的内容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我们是通过Inflatter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Inflatter的时候 只Inflatter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XML 那这个XML事实上我们觉得是不够 不够具体的 所以我们干脆就把它都用上 一个是分组 一个是Item本身 我们先来做一些实验 我这里没有这么多漂亮的图标 好 我就用系统的 我找一些系统的图标 系统的 IC开发了吧 系统里面有不少漂亮的图标 可以直接拿来用 跟Menu相关 你看 在前头 前头是Menu的 我就拿来直接用了 先把紧急 哦 不是紧急 那个日常 扩 好 CAMERA DATE 我先键6个 Delete 好 键了键6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没起来 这边没起来吗 再试一下 这是不是改了 没启动成功 已经在前台了 它就不启动了 我先退出一下 再启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 那么这就是6个菜单 对吧 也很漂亮 那我再加一个呢 我先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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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看 你去看 我先去看 OK我们来看一下 看我们加到超过六个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只能显示六 超过六的时候就更多了 超过六的时候就更多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展现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是不是如果不喜欢 它这样子去分组 我是不是又可以用一个Groove来分组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去建一个分组 把这三个分为一组 Groove的属性有什么呢 也是ID啊 Manual类型啊这些类型 Checkable导航的时候是否可以点 如果用了这个你会发现什么一个效果 我把它设置上 Single就是它可以可以被点被选择 就是那种单选了 就成为那种单选了 这些都差不多了 这四个分为一组 它会自动去 去排列它们的一个方式 但这可以有规则 如果说它显示